在中共推行疫苗外交及對台灣疫苗污名化之際 台灣高端疫苗生物製劑股份有限公司研發的中共病毒疫苗 在6月10日召開二期臨床試驗解盲記者會 公布二期臨床數據 結果顯示安全性與內受性良好 所有受試者並未出現疫苗相關嚴重的不良反應 高端疫苗生物公司在記者會中公布二期臨床數據 在免疫生成性部分不區分年齡組情況下 疫苗組在施打第二劑後28天的血清洋轉率達99.8% 中和抗體幾何平均效價為662 GMT倍率比值為163倍增加 中央社報導高端公司將儘快將期間分析報告 以及研發相關文件 送交至食藥床數據 合於預期 中央社報導 高端公司將儘快將期間分析報告 以及研發相關文件 送交至食藥床數據 進行EAU緊急授權使用審查 並儘速向歐盟EMA 和其他國際藥症主管機關諮詢 申請第三期臨床試驗 高端公司表示 這項疫苗二期臨床主試驗持續進行中 根據試驗計劃書 受試者將繼續完成6個月的追蹤 高端公司更強調 除了本項二期主試驗 高端目前營同步有多項臨床評估進行中 都將依規劃持續進行 包含以第一期受試者 最佳第三劑疫苗撕打的伸延性試驗 測試第三劑最佳劑的安全性與免疫原性等 同時高端將後續擴大年齡層